至於鄭思婷在蘭桂坊 現在的店鋪準備成怎樣 劉志欣,剛才走過一圈 看到餐廳、酒吧都可以說準備就緒佈置好了 有餐廳比平日入多了一倍的酒 預計生意比去年隨值多一成左右 蘭桂坊是其中一個倒數熱點 現在見到人越來越多 大約在大半個小時前 警方已經開始實施分階段的風路 亦都說會視乎情況 人多起來的話可能會設置輪候區 市民要排隊才能進來蘭桂坊 想來這裡倒數假市民就要留意了 又到一年最後一天 陪你倒數假又會是誰呢? 想和家人一起度過 和我的朋友一起度過 和所有朋友的感情都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你沒想到和女朋友過嗎? 找到女朋友的話就和女朋友過 在外面有什麼新的願望? 幸好我女朋友 大家都好好的吧? 然後醫生一世平平安安都挺好 OK 非常好 老闆有什麼新的願望? 呃… 掌工資吧 讓我老闆給我掌工資 你會不會嗎? 卡女卡女 有人說 由一三年倒數去迎接一四年這個月 以一生一世的特別隨即夜 一百年就是出現一次 所以特別想約齊一班好朋友 和家人出來慶祝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迎接新一年 蘭桂坊已經為隨即換新裝 餐廳隨即晚餐 五百多到二千多元都有 有酒吧說 今年會是全年最好生意的一日 酒方面我們都會準備了大量的酒 一倍左右 隨即和平安夜來比較 隨即會多了人 因為可能之前會有多假期 那些客人都會去旅行 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就一起和朋友倒數隨即 蘭桂坊協會說 訂桌早已經爆滿了 生意厄比起去年 應該是有10至15%的增長 不過情況現在已經九成滿了 到真是倒數的一刻 我們會有接近一百個氣球 就會一起放向天 迎接這個14年 他說去年有三萬多人 在蘭桂坊聚集 估計今年會升一成 警方會有措施控制人流 蘭桂坊雖然沒有煙花體 不過人氣夠旺 氣氛一樣是這麼好的 大概晚上七點之後 這裡就會擺放大型的 一三、一四氣球 給市民和遊客拍照留念 去到倒數 踏正凌晨12點一刻 就會有100個氣球 升空去迎接新的一年 玩得晚的話 都不用擔心 港鐵大部分的路線 會通宵行駛 巴士公司就會加開通宵路線 和延長服務的時間 特別一提的是 今晚放煙花的時候 多條杜輪航線會暫停 要去到凌晨之後 才復航 報第五多了 交給新聞報 好啊